我們今天要來討論的是 為什麼你開始要考慮把一些State 你的State放到URL上 不是直接用UseState來處理 那關於這個問題我之前也有被觀眾問過 那我覺得這提問也蠻好的因為我也去學到一些東西 就前幾個月的時候有觀眾這樣問我 然後我也發現說最近好像也開始有人在討論這一塊 但是其實把State放到URL這個議題 其實前幾年就已經被探討過了 那帶來的效益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把State放到URL上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一個範例 我現在畫面上有一個電影名稱 然後你可以去幫他評這個幾顆星這樣子 所以假設我選擇按了一個 然後給他一顆星 給他五顆星 所以現在畫面上就會顯示說你選哪一個電影 然後你選了幾顆星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特別去加一些style 就是說你今天可以讓使用者可以知道說 他目前選的是哪一個這樣子 特別加上一個border style 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useState 來管理這些狀態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發生 你們可以稍微想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畫面上也沒有出現什麼 bug或error 所以比較大的問題應該在於說 假設我們今天 選好了哪一部電影 然後你評了幾顆星 你也想要把這樣一個連結 已經選好的樣式 選好這個狀態 透過網址的方式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是分享出去 但你會發現說我們現在 也沒有動任何的手腳 我們要是直接複製這個網址 給別人 別人竟然是一片空白的 他沒有辦法去看他說 你選的 這一些選項 是什麼 所以對使用者來說 他想要的是 他今天選完以後 可以直接透過我們的網址分享出去 然後別人點這個網址 就直接看到他選到了這個結果 那你也可以把他想像的是 我們有一個search bar 我們在上面去輸入文字 那輸入完按下 enter 一定會有一些 結果出現 那你希望透過 網址的方式 直接把這個 結果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他進來之後 我就直接看到你搜尋 那些結果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這樣要怎麼來實作呢 我們會透過 ReitLotdown 提供給我們的 hook 來實作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先把那個hook給你進來 UseSearchPremise 他就可以去操作我們 UIL上面的queryStream 那麼現在也簡單的來講一下 我們的程式碼在幹嘛 我帶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這邊有兩個state 大家剛剛也看到了 一個是選movie的 一個是選start 選這個星星的 然後比較要注意的重點應該這邊 就是我這邊會根據 我今天選的電影 是哪一部 然後如果是選到 我覺得這邊有一個 array 如果是選到跟他一樣的名稱的話 那我們就去給他一個style 我去給他一個boulder blue的這個style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說我目前選到的是哪一個 好那這個 starSelect也是一樣的 我選到哪一顆星就給他冠上這個style 那後面這個class name我是用apply的方式 所以我就沒有全部 寫出來了 我寫在 看一下 app.css這支檔案 因為如果style太長的話 大家在閱讀上可能會有 不太容易閱讀 也可能不知道我寫到哪邊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稍微改一下 把useState的方式 改成使用useSearchPremist的方式 所以我們先把這兩個state 注件起來 然後去使用 useSearchPremist 等於 等於 好那我們希望我們的Premist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物件 方便來管理 像如果是movie的話 我們就給他一個movie的名稱 這個key 然後start的話我們就給他start就好 就跟下面一樣對應 然後這邊我們需要使用searchPremist 還有setsearchPremist 好那麼一樣就先把這個searchPremist Council.log出來看一下好了 那現在等一下現在儲存的話下面有錯誤 所以我一樣先把他注解回來 然後儲存 我們來看一下searchPremist 所以打開我們的console 好你現在看到這我們的console的searchPremist有兩個嗎 Size是兩個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取得 我們searchPremist裡面定義的 這些文字 這些key和value 我們只要使用searchPremist 等一下 searchPremist.get的這個方法 去取得你的這個key 所以你要把你key的名稱給丟進去 假設我們今天要取得movie這個key的話 就把movie丟進去 然後這邊隨便設定一下 讓大家方便看 就輸入一個testmovie 然後儲存 OK 然後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現在就在後面 我們的畫面上看到testmovie這個文字出現 好 那我們就來修改一下我們的程式 那我就一樣把上面的useDate給 註解起來 然後這個也不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一樣可以去宣告一個變數 叫movieSelect 跟剛剛的這個變數名稱一樣 但是呢他是使用 searchPremist的get的方法 來去取得這個參數 的值 所以我要取得movie 然後start也是一樣 OK 就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start OK 那現在下一步驟我們要做是什麼 我們是要在他 這個movie被unclick的時候 把我們的State去改變 然後顯示在我們的UIL上面 所以我們要來寫一個這樣的function 這個function很簡單 我們就叫他 叫他什麼 handleclick OK 那這個handleclick我要傳兩個參數進來 一個是他參數的 這個值 然後再來是他這個參數的type 所以我叫他querystringtype 這個type的定義就是說如果今天是movie的話 那就是設定movie的 如果是start的話就是設定start的這個key 然後我們就先把這個click在這邊去執行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放我們的值 第二個是我們的key 所以我叫他movie 然後下面也是一樣 把這邊改一下 這個onclick 把位置換一下 然後第1個是start 第2個是他的key 好那我們現在來儲存 然後一樣這邊去把它寫完 好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透過這個setsearch premise 來改變我們裡面的這個premise 好那要怎麼去做呢 我們用setsearchpremise 好那他跟useState一樣 他都有一個參數可以帶進來 就是previousState 前一個State 好那我需要去取得previousState 然後去把它重新設定一下 所以piv.set 去設定一下我們的querystring 好那第1個是我們的querystringtype 就是我們的key的名稱 那我要設定這個movie為什麼樣的值 我覺得他今天被選到什麼就是什麼樣的值 所以丟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return piv就可以了 好那我現在來看一下結果 我們已經寫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那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那我現在選 隨便一個電影的名稱 然後給他一個5顆星 好你會發現說我們這邊 UIL是不是就變了 我們剛剛選什麼 他就會給我們對應的結果 movie然後還有start 然後start 好 那麼現在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好那我就開個5很好了 然後直接貼這個網址上去 你覺得發現出有沒有 進來之後就直接看到我選的那個結果了 所以這是我們用use search plans 還有用use stat的這個差別 當然如果你是用next.js的話 我記得use router好像也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是用next.js的話 那我們這邊是用reator的reator router down來demo 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兩個 差別就很大 如果對使用者來講的話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的這種stat都適合放進URL裡面 裡面的query stream 像是一些比較敏感的資訊 你當然就不可能把它放到URL裡面讓人家看 然後再來說就是我們瀏覽器 他能接受這個網址的長度也是有限的 所以你也不能放太多進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stat的這個名稱 這個query stream名稱 你可能如果 數量一多起來的話 也會變得很難管理 所以你要去斟酌說 哪一些地方你是要把 這個stat放到URL 哪一些是不用的 現在如果我們是一個product 我們是一個產品的話 那你不可能把所有產品資訊 都塞進URL裡面 這一定不可能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SEO好像也會影響 如果他是針對URL來搜尋的話 如果你的這個網址太長 然後太雜亂的話 我記得SEO好像也會有影響 所以這幾個點需要注意一下 然後這邊還要提到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是用選的方式 用click的方式 然後我們click完之後 我們的UIL就會跟著改變 那如果我們現在按下上一頁 你會發現說每次上一頁 他都會回到我上一個點擊的結果 那如果你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的話 例如你今天是用input 那input又更不用說了 你打一堆字 然後一直按上一頁 就會回到你上一次輸入的那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的這個history window.history OK你會看到說有length有17 代表他可以回到一直回到上一頁 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 我們可以怎麼去改善他 那如果你是用usearchProblems的話 很簡單 後面加一個replace true就好 replace 然後true 那我們現在再繼續點起 我開個新的分頁好了 開個新的分頁 F12打開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window.history 現在是2 我們現在開始亂點 隨便亂點 然後再看一下我們的history 一樣是2 不會像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點了好幾下 他都把我們放進history裡面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這樣的結果發生的話 你就直接把replace改成true就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各位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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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